我們看到了這個襲擊的一個人家這個FBI定義叫暗殺的行動 暗殺失敗的行動 讓大家覺得美國總統大選應該就底定 我們未來會再度迎接回川普總統 於是乎我們趕緊帶大家來關心一下 那你現在投資策略要怎麼樣的一個重新做轉變重新布局 我們來看華爾街現在主流就是川普交易 好這四個字大家可能放在心上 什麼叫做川普交易 就是因應川普又重新當美國總統 我們要趕快改變我們的投資策略 所以我們來看到什麼叫川普退的 美元可能會越來越強 然後美國的國債要怎麼樣動作 金融啊信用卡公司啊 大家說可以投資私人監獄啊 健保啊能源啊基礎建設等等 那同時間大家還在擔心說 那川普當了總統到底對於國際全球貿易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有人這麼說 他建議台積電在美國的工廠 拜託你現在趕快停工不要再蓋了 因為你要留一些籌碼在手上 以後跟這個川普政府來做這個溝通 來跟他交涉要有一些籌碼 談判的籌碼 好所以川普交易現在到底要怎麼樣做調整呢 宋哥 對沒錯目前為止來說 所謂的Trump trade目前為止交易量是大增的一個狀況 不過我必須說啦 事實上這個所謂的川普交易也不是只有最近一段時間 因為他的民調領先已經是一段時間了 所以事實上目前為止 我認為這些都已經有在價格上面去反映了 不過我們要講 事實上川普到底會有具體怎麼樣一個狀況 第一個當然就是關稅政策 關稅政策來說 有機會他可能會對中國繼續砍大刀 所以可能中國影響會非常大 連帶的就是說 可能跟中國有一點互相競爭的 包括說像墨西哥 或是說像越南 或是像印度 就中國吸產地的這些地方 這些可能會受惠 台灣也可能會受惠 第二個就是移民政策 因為看起來的話 他對移民的態度是比較強硬的 他可能就會驅逐移民 或是說把移民關起來 所以剛才志玉不是提到說 這個監獄股有人看好嗎 其實某些程度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原因 監獄會很客滿對不對 對 會比較好 另外一個就是美元升值 跟所謂供在殖利率上 我覺得這個倒未必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 因為其實川普是主張所謂的 這個聯邦FED的利率要往下降的 但是你利率往下降的話 美元會往上升 不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一定 那當然我覺得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他上台之後 他對於聯準會的政策影響力道 會比拜登要強很多 原則上拜登是不太會去影響 聯準會的這個利率 他回想當初川普都直接下指導期 你給我降息 降息 降息 他當時怎麼去對這個 你不降息我就壞掉了 對不對 沒錯 怎麼去對現在的聯準會主席 你就知道說其實他 他影響力可能會不太一樣 另外在產業支持上面來說 的確是有不一樣 比如說他支持的這個能源產業 不是綠能產業 他支持的是傳統石化產業 另外包括說航空 航天業 這個傳統就是 這個共和黨的金主 國防業還有金融服務業等等 所以這個他支持的產業 好像跟比如說像拜登支持的 綠能科技產業不太一樣 可是問題是 有很多科技產業的 也是抖內給川普 所以我覺得這個到未必一定是如此 好 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昨天一開始被槍擊的時候 很多人都在問說 今天台股會怎麼反應 因為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想到說 這個當初的319的槍擊案 各位如果知道記得清楚的時候 台股是連續兩天跌停 對不對 所以很恐怖 大家想說會不會這種惡劣的印象 這種不好的印象 想法又來一次 所以當時其實只有一個商品在交易 就比特幣 比特幣的確也在當時的一個小時之內 上漲了2.67% 所以很多人就預期說 今天台股完蛋 但其實並沒有出現這樣的狀況 所以其實金融市場混亂的局面 並沒有出現 包括說今天的韓股 或是今天早盤的紐澳股市 其實並沒有出現太大的狀況 就連今天早上亞洲的會市 或是說像現在有在開盤的 美國的盤錢的這個 其實波動過度不大 不過我覺得接下來還是要看 今天晚上美股的開盤 才是真正的這個重點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 因為如果假設市場會混亂的話 就日幣 黃金 美元 會變成是這個所謂避險的重點 那我們就看會不會這樣 另外第二個就是說 美國的這個殖利率 因為說真的 因為假設川普的當選機率 越來越大的時候 現在的美國的CPI是往下滑落 那目前維持美國的這個 所謂的勞工失業率是往上升 所以支持了美國降息的空間 所以是不是美國 可能9月份就會真的開始降息了 這個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這個可以多加留意 是不是降息的時間可能會 可能有提前的可能性 因為聯準會可能要 預先要打一些 譬如說未來股市或是會市 可能會出現波動的一些預防針 偶爾會不會為了保自己的大位 所以趕快降息 因為川普喜歡他降息 有可能會是這樣的狀況 那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因為川普要上台 所以除了川普的政策之外 我們要注意到是川普身邊的幾個人 第一個當然重點是 他選的副總統人選是誰 現在副總統人選有兩個 一個是龐佩奧 另外一個是盧比歐 那無論兩個是誰 他們對中國都是相當相當之強硬 所以選了 他如果副總統很強硬 那就是預設 他未來對中國立場會非常強硬 所以這個可以觀察一個大方向 不過這裡面有幾個人 一個就是梅特希澤 我們知道事實上之前他是主導 對中國的談判 當然他的一些政策 他曾經就是說靠什麼政府補貼或是政策 這是取得優勢是不可行的 另外就是說我們有補貼所謂油電 這個變成是梅特希澤曾經批評過這件事 不過整體來講的話 因為他的主要對付的重點可能是中國 所以台灣未必會如同會壓力很大 不過我們可以留意的是 川普對於晶片法案的政策 他是比較反對的 所以他上台之後他會不會對晶片法案 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這個可能是對台灣影響最大的 難怪我們看到有台心經的首席經濟學家李正宇 他就建議說台積電現在蓋慢一點 對 這有可能會是個變數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留意川普 接下來一段時間對於晶片法案政策的一些相關的想法 另外第二個是Navarro Navarro其實他就是毫無疑問是一個大鷹派 甚至他還為了支持川普 他現在被關在美國的監獄裡面了 他藐視國會罪被關 所以他如果出來之後 他應該也會很大機率會成為川普的非常重要的幕僚 所以你看梅特希德 梅特海哲 或是說像Peter Navarro 他們兩個都是非常鷹派 他們一旦在川普身邊的話 中國絕對沒有好處可以做 沒有好日子可以過的 這一定是這樣子的 另外一個是伊隆馬斯克 因為伊隆馬斯克來說的話 第一個時間就已經在慰問川普了 而且他也抖內非常大量的金額給川普 所以看起來的話伊隆馬斯克 因為伊隆馬斯克沒有錯 他是比較所謂的親中 但是川普是比較反中 所以他們兩個之間怎麼去磨合 到底伊隆馬斯克會不會聽接下來川普的政策 還是川普怎麼樣去對待伊隆馬斯克 我覺得都是值得觀察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今天其實有非常多民主黨過去的金主 開始去慰問川普 所以我覺得事實上以目前為止來說 整個金融圈或是美國的政界 或是美國的媒體圈 似乎都已經決定 就是已經做好川普即將會當選的準備 所以他的人事 他的政策 我們接下來其實就要好好的研究 那這個士東哥我最後問一個 就是我們看到這種是華爾街那種大資金 他們整個大資金的挪移 那我們一般的小老百姓 我們也有一點資產 我現在到底應該怎麼樣因應川普上來 我是應該要把他先變現金 放著比較安心還是怎樣 我覺得很多人都說 川普當選好像對股市不好 其實我覺得未必是如此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川普他是商人出身 其實他非常care股市的發展 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家都未必會那麼的擔心 其實他當選我覺得對股民 絕對不是壞事情 真的 我們不用自己下自己 我覺得不用 當然產業會有一些變化 但是整體大方向 他不會放任美國股市往下跌的 不過我覺得短時間之內 台股可能會出現一個震盪的局面 震盪的局面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川普遇刺之後 大家對美股會怎麼走 其實沒有太多的 對 這個美股到底會怎麼反映這件事情 今天晚上才會做一個決定 第二個就是因為台積電的法索會 台積電法索會現在沒有錯 大家都索會很好 很棒 很讚 沒有問題 可是大家記得非常清楚 我給大家回想一下 他上次法索會是四月底的時候 他法索會也是講得不錯 但是他只是沒有講說我要增加資本支出之後 他股價就大跌了 大家對他期望太高 對 從800多跌到700多 所以我覺得這次法索會 大家可能要多留意 會不會有可能會有講的 不如大家好的那麼好的時候 會不會有相反的反應 我覺得這個大家可能也要繃緊神經 但是東哥說上次是最好的買點 對 沒錯 所以我是希望說是 如果有利多出鏡來說 如果跌個幾天 這可能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買點 沒有錯 另外一個買點 對對對 那我們只是用上一次的法索會的經驗 來給大家推銷這一次法索會的重訪 所以大家有一點心理準備